中国的父母是在把女儿当儿媳妇在培养的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我还蛮认同的 就是很多独生子女嘛 生儿子的那些家长都可骄傲了 然后都把儿子当个一个宝贝啊 然后天天宝贝来宝贝去 然后生了女儿就是说 你要做家务啊将来嫁不出去啊 你要把饭煮得好吃一点啊 你看你嘴巴这么不会讲话 以后谁会要你 我奶奶她就有一个思维 就是说因为只有 只能生一个 只有这一个名额 你竟然还是个女的 对就相当于 她就感觉好像是我占用了 他们家的那个男保的名额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乱中游戏爱泰克 我是上官乱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 是如果让她说 那些朋友 那些女性 他们通过脱口秀的 变化 其实我们来到 这个表演的 我们下 Peygamber 然后我来到 都把这些称为 就是中国式的恐怖喜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讲的主题 基本上都是在讲 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 在过去十几年 包括从上学到家庭 到现在工作 遇到的一系列 中国特有的女性处境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中国大家就知道 最近就是 包括非法代孕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另一条 影片里也聊过了 但是呢 里边有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女性处境里边有一大半 就除了工作 那就是女性在教育 这条赛道上遇到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女性 今天就是我请到了一位 同样跟我一样 作为一个女性在中国 经历过同样的 从家庭到教育的一系列处境 同时呢 她自己也是搞教育的 一位朋友 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也是同样的陆沛 然后以前是教书的 现在依然在教书的 霍一面姐姐 霍一面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又来了 又来了 不要说又啊 下一次还有又 就是最近 不过在提这个问题之前呢 就是我想提两个题外话 其实没有很题外话了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和 那个我们两岸受的教育啊 尤其是国族主义这方面的教育 很有关系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听说你最近去了金门 对没错 你直接告诉我 你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这趟去金门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金门真的很多口号 口号 突然间很像 知道中国 像我们小时候教育的那种口号 对吧 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那个口号在上面 然后金门呢 其实它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 它会放那个口号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写鲜 比如什么口号让你很新鲜 就是 在民主义统一中国 对对对 军人什么要服从啊 那些之类的 爱党爱 对有爱党啊 反共啊 反共大陆啊 这种的口号 哇那我介绍你下一次 一定要去绿岛 那个也很震惊 也很多嘛 对对也很多 不过那主要是监狱 那你是去 只去了金门的本岛吗 其他地方那个 什么大小猎狱没去 去了大金门跟小金门 就是离厦门最近的那个地方 然后也是 这次因为是跟团 就是跟老人团一起去的 哦你跟团去的 对对对 去了哪些景点 就是坑道啊 哇 对 你比我还吃多 还有离厦门很近的地方 还有喝毛泽东奶茶 你还有这个体验 喝高粮酒啊 对啊 等一下 你在金门 就是一个台湾的土地上 喝毛泽东奶茶 是什么感受 我就觉得很特别的一种体验 因为我觉得就是本地的台湾人 可能对这个东西 他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但是我看到毛泽东奶茶 我就觉得 哦我一定要找到 第一天导游还没有带我们去 然后我就跟导游讲说 我一定要找到毛泽东奶茶 后来第三天 他们就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毛泽东头像 我还跟他合照 哇 然后我还跟那个奶茶的杯子合照 我觉得太酷了 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为什么毛泽东头像 对我们对应我们来说 不是很熟悉吗 你为什么会觉得很酷的 就在这个特定的场合下 对吧 因为在我们心中 那是一个伟人 不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商品 拿来售卖 他只可能在天安门的城墙上 对对对 或者是在一些很正经的地方 不可能做一个奶茶 所以就觉得跟以前的经验不一样 但是据我说 就是同一个店 是不是还有蒋中正奶茶 对 但是蒋中正奶茶就没有头像 没有它的头像 对我好奇 我当时猜我说 是不是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是不是版权都归蒋家 还是归哪儿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 就感觉体现了台湾的某种 就是社会的 虽然我们说了很多遍了 就体现了台湾的自由啊 民主啊 开放啊 就是 对你在台湾随便怎么挥舞 那个毛泽东的头像 把它做奶茶都没关系 对那你在对岸去做蒋中正奶茶的话 估计要喝茶 就真的要喝茶了 对不可以随意调侃为人 对对对 哇所以金门就是对对对 这么小一个细节看起来 还是有蛮了不得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我据说 听说你在团里边 还去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是吗 对就是因为团队里面 只有我一个是大陆来的 然后剩下的都是台湾的一些阿伯阿嬷 那种年纪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去旅行 说本来就是我婆婆介绍我的时候 就说我的媳妇是大陆 她说我的媳妇是河南人 然后他们说祖籍是河南吗 我说不是不是 是真的就是河南人 然后他们就很震惊 然后就会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管你们的领导人 叫大大 第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 说因为他是最大的 所以他叫大大 然后他们又问说 那你可不可以跟你的领导人讲说 不要打台湾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 有机会见到他的 我没有这个资格 你见不到他 我见不到他 对对对 很好笑 真的是这个台湾的阿伯阿伯 他们很 他们到底看我笑好像很认真的 他们应该是开玩笑 因为他们也曾经就是有一些 有外派到大陆去 然后有工作过 大概对于两岸的 会有一点点的了解 对 但我现在也 也蛮好笑的 这个事情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跟你开这个玩笑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应该是认定了 你不是一个粉红 对对 把我当自己人啦 应该是说 对对对 哎呀 你是台湾的自己那时候 你更见不了大大了 对 没资格 就我话说回来 就是还是回到你的本业上 就是对 你刚才说你河南人嘛 然后你是河南的高考生吗 我不是河南的高考生 我走了一条捷径 应该是说 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还有这个捷径 介绍一下 中国特有的高考捷径 那个时候很流行叫高考移民 尤其是河南的河南人 因为河南本身人口就一亿了 然后它的考生大概有一百万 然后每年加上复读的 都是那个考生是在累积的 所以很多河南人他们会选择 要么移民去别的省份去读书 那当然上海啊 就是像北京这种 一定是非常难的 进不去 对 那你只能选一些 比较偏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西藏啊 海南啊 对 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你如果在当地考高考的话 会相对来说容易很多 对 所以你是去哪里 我是去海南 不是最近被台风 涉虑的很 很倒霉的那一个 对对对 我第一次遇到台风 也是在海南 所以当时高考移民是怎么一个移民法 就是你把户口签过去 当时的政策是 你把户口移 移到当地 然后可以就是 比如说你三年的读书时间 你都必须保证你在海南读 你不可以说 我在河南读 在海南有户籍 去海南高考 那样就很不公平 就是你要在那边 占够三年的时间 然后有那个学校帮你做保障 然后有一个学校 因为它是新建的嘛 所以它需要有招生 所以就招了非常多的河南考生 然后我们也是花了很高价的这个建校费 不是大家想的 就是直接去 当年我觉得 我记得当年我们建校费 就要两万六千人民币了 十几年前 天哪 那时候对 还有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对很贵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 除非你是考到年级前 二十名吧 然后你可以不用 但是后面的 你就都要缴这个费用 所以 我很不幸的 没有考到前二十名 那后来你就高考 你也是就是在海南考 我高考中考都在海南考 就中考就已经过去了 哇 就等于说没有参加 这个移民移的还蛮彻底的 河南的中考 直接去海南参加中考 然后就考了当地的 其实就是内定了 根本你考的灾难 就是那个学校了 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上完高中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考大学 那边的教学质量怎么样 很差 就是你不学习 也能大概考个十几二十名 就是对于河南人来说 可能他有那个底子在嘛 一直在卷 那也是 然后海南人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的 读书上没有那么的强 他们就比较生活感 所以他们的成绩没有很好 那所以到这的话 你们有会不会被当地海南人嫉妒啊 或者什么 会啊 还会举报 但是也有河南的来举报 就是都一起举报 就两边不是人 为什么 你们会被夹击 因为河南人会觉得 你们凭什么有这条捷径可以走 但是我们也付了钱 付了很多的精力 还有时间在那边 但是海南人也会觉得 那你们来占了我们的名 对海南人的角度 我能理解 卷到我们这来了 对 所以当年的那个分数线 整个都拉高 因为太多河南人了 那如果我是海南人 我也会 平时就喝老爸茶 喝点椰子 直接上大学 你们来了就上不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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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生气 也能理解 那除了他们 你们被两面夹击 这样举报 那后来有影响到你们吗 有啊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打算 把我们劝退回去 就校长已经 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就是你把我们招生来的时候 说得很好 然后结果到当地 然后就好像不想管我们了 然后我们当时真的 做了一件很写性的事情 就是我们学生就集体罢课 然后就堵在那个校长办公室的门口 然后校长吓到不敢出来 哇 你们知道是多少人呢 就是荷兰考证 不一百多个 一两百吧 很多人 哇 这也算是一个群体事件呢 对 然后爸妈就是负责在北京上访 哦 就是我们双面都都有夹击 哇 爸妈更 那年头真的还可以上访呢 可以可以 而且他们还成功了 那些年 那个很多的家长真的很拼 就有一些就是打自己 然后做一些自残的举动 哇 然后真的就成功了 这个也上访都上得这么久 而且他们家长当时为了 北京的物价很高嘛 然后都只能住在地下室 就是很艰苦的环境 就为了我们读书 哇 上访多久啊 还蛮久的吧 得有一个月吧 然后都在地下室住 然后而且一间房可能有很多人 就挤在一起 为了省钱 就挤在一起 你说的上访 你们他们上访是在上访到教育部 还是说北京的那个什么街访中心 那那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还是在海南要继续读书 然后那些东西都是家长在处理的 就是最后给我们的反馈结果是成功了 哇 可以留下来 哇 这个中国高考也卷得不 也卷得太出乎我一样 还是这样卷的 因为爸妈就觉得如果你现在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上高二了 如果你再回去 那就更卷不进去了 卷不进去 然后年纪又大了 又多了一岁 对 关键是主要是你们在海南接受的教育 根本回不去河南 对太难了 对这河一海的差距还真的大 太大了 根本卷不过 对 那你刚才说的 河南真的是 河南它不仅是高考人数众多 而且关键是 河南好像没几所大学对吧 不太多 怪不得 但是我觉得海南的大学也不多 但是它的人少 它人也少 对 而且河南好像到今年都还是 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个省份 反正到处前五吧 就是来回徘徊 山河四省你听过 我知道知道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 这都是最困难的那几个省份 就是高考最卷的 对最卷的 为什么这几个省份不多修点大学呢 还是说修了也没用 因为大家都去什么北京去了 我听过一个阴谋论 就是说 就是希望上面就是希望河南人永远当农民 就是不要让他们有太多这种受教育 曾经好像有一个提案 就是说有一个大学他想要建的吧 操场建大一点 然后就遭到上面的反对 就是说你不应该要 我知道这个 是不是 这个是真的 对 不要给他 就是然后很多河南人就说 难道我们就是天生做农民的命吗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细细讲来 就不能说这个阴谋论 就是他合理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他可能 他的出发点不是这个 但是事实上呢 他的确达到了这样的结果 就是的确 河南 就是中共是真的希望河南人都当农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河南它几乎全是平原嘛 就除了太阳山那边 全平原 对对对 平原太多了 而且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你看有四个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逐鹿中原 不就是逐你们那吗 就是因为自古以来 中原就是它全是大平原 所以是产这个两仓 直到现在也是全中国的两仓 就是全中国的这个 为什么到处都要保什么根地红线呢 但是保得最严格的 还是河南 因为河南是就粮仓嘛 你看去年前年 因为不是那个水灾嘛 郑州啊 连续两年水灾 然后整个中国的那个两价 全部都大涨 对就是 这是因为河南 然后我也 我也看到就是有很多河南人 就是说 就说 就说中国政府 就是因为 就是希望河南一直都 作为粮仓 就是一直都搞农业 所以呢 他对工业建立 工业建立 包括学校的那个建设用地 就基本上不批准 所以你说的那个大学 好像是哪个大学 我忘了好像 就真正大学 还是哪个大学 对就是反正 对对对 他就是想扩建大学城嘛 他就说不行 你不能再 不能再用那个根地 就是因为河南的那个根地红线 画得特别严 所以这也就变成了 河南 他就因为你根地 你不拿出来使用的话 那你又没法建学校 又没法建工业用地 就除了富士康 一个他有特权 其他的其实都很难 那么这样反过来 其实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当你的这个教育 也很低 工业也很低的时候 那大家当然也自然而然 只能去种地 对 就没办法 哇那就是 真的是很难 当然我要向你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 我记得以前我们班上 高三的时候 班有一个同学 他是复读的 他是那种复读的 就是他已经上过大学一年了 他就回来复读 他去哪儿呢 他就是去河南大学 河南上了大学 河南大学 政治大学 我忘了 河南大学 他一上大学之后 他上了不到一年 他也坚决要退学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退学 我说好歹还是在了一个 还是一本呢 对啊 那还是一个一本 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说 他说实在是无聊 他说河南 他说 他说明峰又保守 又淳朴 然后好像就 他说女生也不好看 不过我现在发现 女生好看了 都去海南了 都出去了 对 他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他就是在 他四川出去的嘛 他就说东西又不好吃 你想 毒气真的不好吃 真的吗 好吧 我去到南方 我每次都吃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上次回河南 我也是觉得 什么都不好吃 不知道 他的是做法问题 还是他的原料问题 就是真的有这种感觉 好吧 所以 所以我没有错怪 这个同学 没有 他说的真的吗 真的不好吃 而且基本上都是面食嘛 然后你想 面食吃多 你人就会肿 就会大 然后也不太健康 然后你吃那些东西 全是碳水 很便宜 会饱 那好像就是活着 你不是生活 不是享受那些美食 你说的好凄凉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明峰 他说的是什么 明峰淳朴保守 就是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后来我嫂子 就是我堂哥 她的太太 她是念医学的 她好像是在河南 那个哪一个医学 那个就是医学大学 然后她就是 她还是我们四川那边的 农村家庭呢 就是按理说也保守 她说 她说河南那个保守 和我们比起来 简直不是一个级别 应该是说 我觉得思维上的 她就说那种 就女性的那种保守 就是她说 她在学校的时候 她就说 她的学校 她完全没有办法 正常开玩笑 就说 她说有一天 她在宿舍里边 说了一句屁股 她说就三天 没人跟她讲话 真的有这么保守吗 这个太夸张了 因为我 我大概从初中以后 就考出去 就没有再回河南 因为我本身真的确实 说实话 不喜欢河南的那种生活环境 我觉得是蛮压抑的 然后可能初中遇到的同学 你也会 你也会觉得 他们的思想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可能真的 就是比较保守 或者固步自封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再加上我也觉得 河南有一点点重男轻女 是隐性的吧 我觉得是 那时候我们都一胎化 但是我就觉得男生 还是会比较开一些女生的那种玩笑 你是独生子女吗 是 我又特别想给你探讨 我来了台湾之后 很多人问我 就是你说 你是独生子女 你是一个女儿 你是不是特别受宠 我跟你跟他们说 没有 你为什么这个反应 为什么 我跟你说 中国的父母是在 把女儿当儿媳妇 在培养的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我还蛮认同的 就是很多独生子女 生儿子的那些家长 都可骄傲了 然后都把儿子 当个一个宝贝 然后天天 宝贝来宝贝去 然后生了女儿 就是说 你要做家务 将来嫁不出去 你要把饭煮得好吃一点 你看你嘴巴这么不会讲话 以后谁会要你 我 我 我会这样讲 但我是留守儿童 就是我没跟父母在一起过 我是奶奶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 我奶奶她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 因为只有 只能生一个 只有这一个名额 你竟然还是个女的 就相当于 她就感觉好像是我 占用了他们家的 那个男保 的名额 我又觉得我罪魁祸首 就这么家门不幸 我有一个名额 你竟然还是个女的 就是 就是我奶奶 就特别重男性女 一个孩子特别嫌弃我 并没有因为 唯一的孩子 是个女孩而被我好 因为他们也会 有一些妈妈 她会觉得 哎呀我只有生这一次 然后竟然是个女儿 她会觉得很遗憾 她会觉得自己生命中 有一个不幸 对对对 就上门心嘛 我奶奶就这个思维 她就说 就是因为一个上门心 别人都 别人的一个都是男的 我们家一个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上门心 我觉得女性对女性的恶意 比男性对女性的恶意 还要大 慈敬 对对对对 而所有的媳妇 而成婆嘛 对对 她自己都是这么挨过来的 但是当她变成那个样子 她也去加害别人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但我们话说回来 高考其实已经是 最公平的事情了 但是虽然这么说 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 对于高考这个群体来说 或者是考生这个群体来说 还是有叫 一等洋人 二等官 三等少数 少民 四等汉 那个说法 对 就因为河南好像 没有什么少数民族的 所以应该 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最多是回族跟满族 其他都不太有 但他们会有什么 什么加分什么的 少数民族会有加分 加十分左右 应该是 但这几年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吗 对 这几年好像在讨论 就是要取消 他们的这个加分 可是他们已经是 少数民族 还是加点了 对对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鼓励他们生育一下 对真的 就是其实 其实从小到大 在我们那儿 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 就是对少数民族的 我就偏见嘛 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去 指责 普通老百姓 因为他平时也接触不到 少数民族 他不知道少数民族 是怎么生活 人家的文化是什么 他只觉得 哎呀我们都是一样的读书 凭什么你就要加分啊 他们 而且还有什么 老师要原见你们啊 你们孩子 怎么怎么样 就是有这种偏见 但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我就觉得 对呀 人少数民族 都很少了 都已经少了 对呀 而且很弱势 而且你想 就是我拿一个 最简单的事情来说 我们从小一生下来 就讲汉话 对 但是人家 他们一生下来 讲的不是汉话 他们为了来上学 为了和我们一样的上学 为了和我们一样的工作 为了一样的来城市里谋生 他们不得不 要比我们多学一文语言 对 这个是他们生来 就必须要接受的现实 我觉得照顾一下 这才叫公平啊 对 就是应该照顾 公平不是说绝对的 每个人都一样 对呀 大家起点是不一样的 起跑线不一样 对 而且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 有时候还蛮偏远的 基本上很偏远 对呀 不太 他们也没有得到 很优渥的地理环境 那在这方面照顾一下 还是OK 对 但是现在也取消了 对 不过 那说回来就是 那是什么洋人啊 这种二等官啊 这个还是 我觉得真的有点不公平 对 尤其是 之前有一个说法嘛 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国 丢的东西会很快找到 就是抖音上有很多 然后就是外国人很感谢 说什么中国 怎么这么快 就帮我们找到了 然后但是你去看 那个普通老百姓 很多人丢的东西 或者丢了孩子的那种 都找不回来 对 对 是这样 但是这几年 拜习大大所赐 其实中国大港 大搞民族主义之后 这种事情好像就会 变少了 变少了 我觉得变少主要是因为 洋人都吓跑了 因为外企都吓跑了 不太有啥外国人 对对对 外国人不多了 而且外国人现在也学精了 对对对 在抖音上 在抖音上夸一句 那个什么 豆汁好喝 好多流量 麻辣锅好吃 对 而且一定要那种 洋枪洋调的讲 还不能太标准 对对对 就做一个俄罗斯的 那个AI美女 都可以有流量 对 然后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 你曾经说 就是说 你在你的影片里面 其实你经常会说 就是 我发现你经常会用 什么台湾人的松弛感 台湾人的这个精神状态 甚至台湾人的快乐 这些来形容 就是对于普通的那个 然后啊 包括你对台湾的制度观察 也很多 然后你也做很多尝试 这是我特别佩服的地方 然后你就是 你经常说台湾人 没那么焦虑 就是台湾你觉得 是什么样的制度 或者什么样的条件 来兜底 大家才没有 像我们那样的焦虑呢 我觉得 中国压在中国人身上 三座大山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房子 但我觉得台湾 至少教育跟医疗 这两座大山 我去只留下了一座 稍微没有那么的 对 没有那么的累 其实房子也主要是 北部的大城市比较高 对 其实租房也挺好 不是也有租房 租房补贴吗 也有很多这种政策 什么手套多少钱 对 对 就是看你要怎么选择 对 其实贷款也还有心轻安啊 就看起来也 对 其实真的是 就是贷款的时候会发现 真的比大陆要 划算太多太多 真的是这个 然后 就是话说回来 还是回到那个 河南高考这个事情 对 就是高考有没有成为 河南女性的翻身 条件 那个机会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 像很多当年我们 一起去 高中 就是我说的还不是那种 家境很不好的 就是 我觉得我们能去海南读书的 已经算是 我们当地中产的这种家庭 对啊你十几年前能一下拿两万六 每年还要另外交钱 真的 我觉得你们家不错了 我们 然后甚至是我的一些当时的同学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家长都是送出国 想送出国那些更贵 澳大利亚美国那些 结果送了一圈以后发现 他们还是回来河南 然后我就真的就觉得很诧异 你已经出去走了一圈 然后你结果回河南 回河南你就算了 回河南当一个 就是也是类似国企那样子的 然后每天上什么课啊 然后他们说 跟这个女生聊天 就会觉得很辛苦 只要一跟他讲一些 我想去台湾玩 然后他就说 群组里不许讨论台湾 这个是敏感话题 只是有一个女生说 我想去肯定 对他你就觉得很难想象 他已经去澳大利亚 留学了一年回来 然后他还是这样子的思想 然后很多人可能 很多父母吧 他们会希望 如果是女儿的话 他们会希望你还是回来 不要在外面飘 花那么多钱了 还要回来 然后我身边很多同学的父母 都会说 你就是助理 找工作也要离家很近 然后什么都要离家很近 就是不要离我太远那样 就是我可以掌控你 这种感觉 我的天哪 就是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我对荷兰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地狱歧视 就虽然荷兰应该是全中国 最承受地狱歧视的一个省份了 对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 在我了解之后 我真的还是觉得 满替荷兰 就是 就是名不平的 真的是一个结构性的 或者制度性的 矮花荷兰 对 就是为了保证那个 耕地红线 什么粮食红线 真的是就想把 就是把河南人困在土地上 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打压 我觉得河南的这种不公平是一直有遭受 然后关键是 这种不公平本来不来自于我们本身 但是外界会觉得 谁让你生在河南 这个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呀 只是说 你来自河南就和井盖有关 对 你来自河南你就是没见过世面 你来自河南你就是那个小地方来的 然后你没见过世面 对 大家很喜欢讲河南人没有见过世面 我们见过的可多了 我们见过的高考你见过 敢跟我们拼卷吗 对 我们那么卷你见过 我们医院排的可多人你见过 好心酸啊 我觉得你该去参加我刚才说的那些女性脱口秀 全是心酸 对 全是心酸 对对对 哎呀真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中国吧 就是你要说每个人无辜吧 我觉得好像都不无辜 但是要说都不无辜吧 其实个个都很无辜 基本上是结构性的制度性下面的那个被困在那的 就是制度下的牺牲者 对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 那就是既然都说到这个女性脱口秀了 你有在看一些这个制度的女性脱口秀吗 对有有有 是很难去放下的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经历过来了 然后把那这些伤口 能够就是重新去去能够去直面它 我觉得已经是个很大的勇气了 但是但是话说回来 其实在中国长大的女性你说 这么几十年像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一台化政策 然后后来又经历这个就是包括什么什么高考的改革 其实高考这么多年改革很多次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那个包括我们我出来刚刚工作的时候就遇到那个就是08年金融危机嘛 那时候工作也很难找 我那时候真的是一路上的一路过来还是蛮多血泪的 对 说到那个高考我还想说我们不是高考有分不同地区的那个试卷吗 对 然后像我们就是全国卷嘛 然后全国卷尤其是靠近北京地方 他的那个台湾叫国文我们叫语文 他们的那个作文题目都是围绕着一些政治话题 而且他会给你一段你根本看不懂是什么话 然后让你说一段你自己的感想 然后我追踪了前面两年的那种高考题目 就觉得哇现在的考生比我当年还难 就基本上他们把这个写下来基本上也可以做YouTuber了 对啊而且越往南就是南方的那种考生的作文题目 我觉得相对还说是正常人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北方是这什么东西就我看不懂 对三河四省就是都要考公务员嘛 先练一下生论 每一个都有一个 我前两天看一个就是在农村 然后就是去采访一个奶奶 然后她说奶奶你有什么愿望想实现吗 本来是想帮她实现愿望 然后奶奶就直接讲说 我们村现在路修的可好了 都是机械化 然后不用自己来做 然后上面却写 这位奶奶政治觉悟正可 就人家博主根本没有问她你生活怎么样 然后她就说很好很好 照顾的很好 估计经常被采访 然后经常还被村干部照顾 对 不过说到刚刚也说到那个做YouTuber 就是你一直在影片说台湾是一个很适合这个创作性人才生活的地方 所以就据说你最近又有新的创作了 你去参与你开始做配音演员了 对 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机会 就是你居然可以在台湾一直拿到这样一个 没有是去上那个配音演员的训练课程了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最开始看到华士在招配音 在招这个配音训练员 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尤其是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陆级配偶会去 我想尝试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 而且这次去比较新的体验是说全是年轻人 基本很少有比我年纪大的 我们班可能比我年纪大也就两个人 其他都是很年轻的 然后也关注一下台湾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 而且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台湾年轻人非常的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快乐 就是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本来还紧张 觉得哎呀跟年轻人怎么相处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流露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而且他们自己很多也是找就是刚辞职了 从很好的工作辞职了 然后再加那个gap year 然后再加什么就是有一长段时间休息 我说哇人家的年轻人怎么就是不想工作 就就就就就放个班 一点都不卷 对呀 然后还有的什么学过瑜伽学过跳舞 哇每个人都是人才 不是说我真的我没事干了 我靠配音真的要翻身也没有 大家好像都是爱好 爱好兴趣 然后试试看呗 行就行不行我就撤 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心态 哇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逛那个clubhouse 就是那个那个app的时候 我就无意中就进去到一个 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名字就写的是 大家都来学编剧 然后我以为是一个一个什么 就是专业编剧的什么课程啊之类的 因为我当时也还是一个全职编剧嘛 然后我进去看 然后里面全是台湾人 然后竟然是一群那个只有一个是有一点编剧经验的 其他几个都是什么保全 然后他就说你都在说我为什么我一个就是我虽然是保全 但是我特别想做编剧 然后一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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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还是什么这个学者讲过什么 然后那个电影人讲过什么 我当时觉得哇 真的就像你讲的一样 就发现哇台湾人就这种松弛感 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台湾人 就是打怕他做南领也好 不管他是做南领 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也好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很平 而且不管他做什么工作 他都会去做这个在我们大陆看来 可能那种吃饱了闲了没事 就是或者特别有梦想的人 才能去追求这种文艺的爱好 但人家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可以追求 而且我觉得讲的才头头是道 应该看了蛮多书的 对对对 这个太有感了 因为我看大家每个人介绍什么台大毕业的 硕士研究生啊 每一个都看起来很光鲜亮丽 但是大家就哇 然后大家也不会对这种特别的吹捧 如果是在中国 你可能我是哪某某公司大老板 下班不是下课就有人给你递烟递茶之类的 就是感觉大家都比较平等了 对对对 也没人敢找他去当保全 但是话说回来就在台湾这边 我发现其实不管是保全啊 还是那个做那个什么那个UberEach的 其实里面还蛮长龙我虎的什么都有 大家也没有这种什么任何的歧视 这些差别化对待 对对对对 今天就哇闲聊 闲聊也聊了蛮多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也是非常有收获 就是怎么说呢 虽然我们一直知道 其实像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被歧视的一部分 当然河南在中国也算是一个蛮突出的一个省份了 但是我经常就在说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一群人 如果他们身上有非常强烈的标签的话 就是他一定背后一定有结构性的原因 因为我永远相信这些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人生出来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思维 一样的脑子 然后呢知道他后天被这样的环境塑造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人天性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就是那个会面跟我们讲了 就是这样就是关于中国怎么卷 有些荷兰怎么卷 有些女性怎么卷 但是呢不管怎么卷 最后大家都能够就是正面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然后努力的走出去 努力的走出去 我们才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情 也能参加到更多美好的追求里面 这样也感谢会面来到我们这一期 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乱中游戏 爱台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